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 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中國現在每年醫療支出已經快到9萬億了 那全民免費醫療還是根本的遙遙無期 是不是 現在政府考論所謂的全民醫保 不過是拋出一些說法來安撫一些民心 醫院是救死服裝的 你不是醫院是個發財的 像個大商號 醫院有的喜歡你高價錢的新藥 你的藥太便宜他還看不上 有的就幾塊錢 賣到醫院之後呢 醫院就可以上萬 甚至幾萬 中共這個醫療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了